我穿进了一本无脑团虫马甲文 不巧,还是被五个哥哥联手送进监狱的贾千金 而真千金,是个披着马甲的全能大佬 于是我转身抱住真千金的大腿 姐姐不要怪哥哥,哥哥也不是故意打伤我的 故事开始,我穿过来的这个节点 刚好是顾家爷爷把所有人聚集到客厅的这一刻 他轻轻嗓子,面色庄重地宣布 妹妹找回来了 谁去接 顾大,董事会取消,我去接 顾二,航班取消,我去接 顾三,演唱会取消,我去接 顾四,比赛取消,我去接 顾五,哦,顾五不在,他在做手术 虽迟但道,电话里,手术暂停,我去接 病人,看到这个场景,我就知道 这个世界里是没有正常人的 最后他们争执不下,全都去接了 顾爷爷回头看到角落一言不发的我 眼里带着恋爱 苏苏啊,你放心,你爷爷对我有恩 我们顾家说好了,养你一辈子就绝不会食言 我眼含热泪,充满感激地点了点头 远主爷爷对顾爷爷有恩 临终前将远主托付给顾爷爷 只要我不跟女主对着干,这辈子的荣华富贵是跑不了的 别墅大门打开,一辆家常兵力缓缓使了进来 接着五个哥哥像保镖一样先后下车 重心捧月地将女主赢了下来 女主叫苏黎,现在应该叫顾黎 小说里,她性格清冷,容貌清澄,拥有多重身份 是个不折不扣的全能大佬 不得不说,这部小说要素超标了 但是只要我和女主搞好关系 那岂不是就能横着走了 傻子才会远离女主 顾黎一下车,就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 我眼睛一亮,立马冲过去握住她的手 你好漂亮啊 顾黎被我握住了手之后,一下没反应过来 清冷的表情有些正冷 五个哥哥反应过来后,脸色立马黑了 顾大率先把我推开 顾苏,你干什么 他护着顾黎,对我怒目而视 好像我是什么洪水猛兽 然后其他四个哥哥也都站在女主面前 生怕我伤害他 这群傻子小说看多了吧 我只是想和漂亮姐姐贴贴而已 有你们什么事 寡不敌众,我只能使出我的必杀剂,装绿茶 我暗自掐了一下大腿,瞬间逼出眼泪 我眨巴眨巴眼泪汪汪的大眼睛,看向顾黎 姐姐,我只是看见你太高兴了,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哥哥为什么要推我 可能是我惹哥哥生气了吧 看到五兄弟越来越黑的脸,我差点就忍不住笑出声了 维持住人设,我继续下猛料 捂着刚刚被顾大推的地方,渲染玉气 姐姐不要怪哥哥,哥哥也不是故意打伤我的 顾大气得轻轻抱起,拳头紧握 我刚刚只是轻轻推了你一下,哪有这么严重 顾苏,你在这桩什么桩? 火候到了 我趁机扑进顾黎怀里,抱住他的腰 好软,好细 顾黎浑身一僵,我抬起头眼眶红红 姐姐,哥哥要打我,我害怕 我看到顾黎眼里闪过一丝不解和探究,但终究没有推开我 眼看着顾大又要冲上来,顾黎终于发话了,声线清冷好听 好了大哥,你吓到他了 顾大瞬间愣住,不可置信 离离,我只是轻轻推了他一下而已 你也不相信大哥吗? 其他几个兄弟,彭佛感同身受一样 看我的眼神像是要吃人 顾黎看着可怜兮兮的我,又看着几个表情愤怒的哥哥 他抿了抿唇,有些不自然的开口 好了,苏,苏也没做错什么 快进去吧,爷爷还在等着呢 我点了点头,假装擦了两滴泪 好的姐姐,我们走吧 然后就轻轻热热地挽着顾黎往前走了 他有些僵硬,但也没有推开我 我回头看着几个黑脸兄弟,挑衅地做了个鬼脸 然后满意地看着他们愤怒到跳脚 果然,绿茶大法屡试不爽 女生不是讨厌绿茶,而是讨厌绿茶攻略的对象,不是自己 前世我就是这样挤走好姐妹身边的渣男的 别提多有经验了 五兄弟想把我送进监狱 你们还嫩着呢 顾爷爷看见我和顾黎手玩手进来,别提多开心了 他连说三个好 七大姑八大姨立马上来将顾黎团团围住 几个哥哥也挤了进去 他们问东问西的,像急了过年回家被亲戚盘问的场景 但是顾黎的脸色却显得有些苍白,似乎是不知所措 我知道顾黎从小就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一时半会根本适应不了这种场面 立马冲进人群,握住他的手 果然,他的掌心已经开始冒汗 我笑盈盈地开口,姐姐刚回来,现在已经很累了 先让他上楼休息吧 他们终于反应过来,尤其五个兄弟脸色满是懊恼 顾爷爷大涨一挥,苏苏说得对,先让黎黎休息一会 顾爷爷还让我带顾黎去准备好的房间 我自然一百个乐意 到了房间,我松开顾黎的手 善笑着说,刚刚抱歉啊 我自作主张把你拉上来了 顾黎摇摇头,眼里带着感激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刚刚的场面我确实不太适应 之前我还以为你有别的心思,所以对你态度不够好 抱歉啊,是我先入围主了 女主竟然跟我说了这么多话 我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 我立马握住女主的手表忠心 姐姐放心,我不可能做坏事的 我是真的觉得你很漂亮,很喜欢你 你不要讨厌我,成不? 看到我狗腿的样子,顾黎扑翅笑出声 清冷的面庞柔和下来 让人旁佛看到了雪山融化,清风俯柳的场景 我不由得看呆了 谁能拒绝漂亮姐姐呢? 顾黎笑着说,我也很喜欢你 有了这句话,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一天一个彩虹屁,牢狱之灾远离我 高高兴兴地哼着歌出门 结果就碰到了气势汹汹的顾黛 你想对顾黎做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极度厘厘 你想独占我们的宠爱 我直接翻了个白眼 深知和这种傻子伴总是说不清楚的 我决定发疯 所以我邪魅一笑,相顾大步不靠近 你喜欢我? 你想得到我的注意? 她的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笑得更加邪魅 像猜想得到证实似的 看看,还在装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极度姐姐 你看我喜欢她,你就极度她 我承认,你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越听,眼睛瞪得越大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是心疯了吗? 我有些烦躁地撩撩头发 把她逼到墙角 我承认你的小把戏奏效了 但是你预计还赢得有些过分了 我告诉你,你不可能得到我 不要对我有任何的幻想 她果然越来越惊恐 低声骂了句神经病就跟呛着跑开了 我勾唇一笑 看起来她不敢再来找我麻烦了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从这之后 顾大看到我都是绕路走的 看来心里阴影不小 而我和顾黎整天甜蜜双排 她去哪里都带着我 这可把顾123457的要死 看我的眼神跟要吃人一样 但那又怎么样呢? 我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毕竟我可是姐妹前男友认证过的高端绿茶 顾黎的设置是全能大佬 于是 她在顶级赛车比赛中 大放一彩的时候 我在吹彩虹屁 她用一根银针 让病人起死回生的时候 我在吹彩虹屁 她在演绎全球第一的黑客技术的时候 我在吹彩虹屁 她和黑道大佬上演枪林弹雨的时候 我还在吹彩虹屁 等等 我为什么我在这? 看着一把黑漆漆的武器 抵在我额头的那一刻 我很没出息地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映入眼帘的 就是极其奢华又昏暗的天花板 可以参考小说里 玩球尽play的环境 醒了 一道低沉性感的声音传来 转头一看 原来黑漆漆的角落 还有个人啊 环顾周围 一片昏暗 难道反派都喜欢摸黑干活 这么大的房子 你缺这点电费啊 说着我就跟在自己家似的 下床拉窗帘 一气呵成 阳光瞬间照进来 显得房间又大又敞亮 我勾唇一笑 这才像样吗 说了半天也没人接话 我转头一看 卧槽 好帅 来人一身黑西装 肩宽腰窄 散漫地翘着二郎腿 手里还拿着一身 镶着宝石的手杖 完美地戳我 XP上 更重要的是 他长了一张 惊为天人的脸 还有一双深邃的蓝眼镜 像极了我的二次元老公 看着配置 我也知道 他就是小说里的 深情男二艳深 刚开始和女主有过节 后来在不断交锋中 沦陷在女主的魅力当中 但是女主已经喜欢上男主 这位黑道大佬抱憾终身 看着我同情的眼神 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你不害怕 我邪魅一笑 你知道我是谁吗 艳深嘴角抽了抽 看我的眼神很复杂 像是在看脑瘫 我的眼睛变成了扇形图 带着三分凉薄 三分绩效 和四分漫不经心 缓缓开口 男人 你把我绑来 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你不就是 寄予我的美貌 想得到我吗 我得承认 你的小把戏奏效了 来吧 说完我往床上一躺 还拍拍旁边的位置 示意她过来 心里乐开花了 这波怎样都不亏啊 她果然脸色越来越黑 声音都气得高了几度 传言顾小姐脑子有问题 看来是真的 我乐了 这个传言说来话长 我天天用装绿茶的方式 赖在顾黎身边 那些觊觎她的男人 都气死了 他们一来找我麻烦 我就使出霸总文学 把他们全部整不会了 从此 我声名大振 大家都在传顾黎 有个精分脑瘫妹妹 燕身讽刺我 我不怒返校 你想独占我才这么说的吧 我承认我的魅力很大 没关系 你也勉强配得上我 我就勉为其难 和你在一起吧 过来亲一口 我一顿输出 燕身额脚轻轻直跳 最后一声不吭地走了 只不过脚底生风 背影跟被欺负的梁家妇女似的 我嘴角疯狂上扬 她好纯情 我好爱 我拿出顾黎送我的手表 这是被她改造过的多功能联系器 我打下一行字 姐姐 我看上帮我的男人了 务必让我留在这里 这行字很快消失 随之而来的是顾黎发过来的 行 那你晚几天 放心 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好耶 有顾黎这句话 不管我怎么做都不会死 我兴冲冲地推开门 结果就被两个一胖一瘦的保镖拦下来了 大胖挡在我面前 严肃地开口 顾小姐 先生交代了您不能出去 我丝毫不处 装逼地勾起嘴角 是吗 你家老大可拦不住我 不信你再问问 他俩瞬间被唬住了 将信将疑地拿出对讲机 接通后 对讲机那头果然传来了 验身低沉性感的声音 顾小姐可以在城堡范围内自由进出 你们跟着顾小姐保护好她 大胖小兽傻眼了 一个劲地瞅着我 听着这雌性的声音 我嘴角咧到了天边 我立马抢过电话 男人一口一个顾小姐的 我不喜欢 你以后可以叫我小宝贝 这点要求我还是能满足你的 那边静了两秒 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 大胖小兽看我的眼神 慢慢变成惊恐 活像一个调色版 虽然知道 验身派大胖小兽监视我 但无所谓 就当是情趣了 我开始参观小说里 男二奢华无比的城堡 真名不虚传 客厅更是摆满了 价值连城的观赏品 我这摸摸 那转转 身后的大胖小兽都快急死了 顾小姐 这个很贵的 打画了不好交差 您是我祖宗姓了吧 求求你别动手呀 我直接拿过大胖身上的对讲机 我知道这城堡里 到处是监控 男人 你让不让我碰 对讲机那头久久没有回应 大胖小兽 大气不敢喘 随便顾小姐吧 反正你姐陪得起 我顿时没开眼笑 验身宝贝 你在哪里 我来陪你玩 你别过来 我怕你一个人无聊吗 让我陪陪你 好不好 不用 这下直接挂断了 我看向大胖小兽 这俩瞬间离我三米远 紧紧抱在一起 看我的眼神满是惊恐 你别过来啊 我和善地笑着 别害怕 我只是想问问 你们家老大在哪间房 他们更加颤抖了 眼里全是害怕无助 我们不知道 放过我们吧 嘴角抽了抽 我是什么地主家的恶霸吗 不说是吧 我自己找 结果真是一连好几天 我都没有再见到验身 为了逼他出来 我拔了他满园的花 全部种了香菜 毕竟谁受得了香菜啊 我在城堡里横冲直撞 谁也没有拦我 相反 女仆和管家脸上 都挂着越来越亲切的笑 奇了怪了 当我找到地下室时 原本离我远远的 大胖小兽立马 扑过来 顾小姐 这里可去不得 里面有很可怕的东西 我这人一身反骨 别人不让干什么 我就非得干什么 我点点头 假装要走 趁他们放松的时候 一股作气闯了进去 看到里面的场景 我瞪大了眼睛 一只巨大的白虎 迅速朝我扑过来 顾小姐 后边传来了大胖小兽 撕心裂肺的呼喊 就在他们以为 我即将被老虎撕碎的时候 我一把抱住了他 好可爱 白虎也十分亲密地蹭了蹭我 然后躺在地上卖萌 别提多可爱了 大胖和小兽此刻 已经震惊到眉声了 我从小就很受动物欢迎 每次去动物园都会成为焦点 在凶猛的动物看到我 都会变得很乖巧 这算是一种特别的天赋 我正埋在白虎肚子上 疯狂如阿毛的时候 对讲机突然想了 你过来一趟 燕身竟然连顾小姐都不愿意喊了 估计这几天被我气得够呛 我用微笑掩饰心虚 男人 你终于愿意见我了 在原地等我 说完我抛下白虎拔腿就跑 假装没看到他不可置信的眼神 对不住了兄弟 我俩成了给你加餐 我在女仆姐姐的带领下 一路小跑到燕身的办公室 一进门 我就扑进他怀里 眼角发红 男人 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 嗨嗨 嗨嗨 一阵惊天动地的咳嗽声响起 我才发现 前面站了好几个人 连管家也在 他们眼神躲闪 眼观鼻鼻关心 只有管家一脸以母笑 我瞬间红了脸 饶恕我这么厚脸皮 也禁不住这个场景啊 看见燕身嘴角向上扬了一下 可恶 他故意的 真是个腹黑小人 你不仁修挂我不意 我眼一臂心一横 直接往他腿上一坐 整个人埋进他怀里 故意在他喉结处吹起 宝贝 你还有工作要忙啊 燕身浑身僵硬 喉结滚了滚 呼吸轻不可闻 管家见状 连忙把戴若木鸡的手下推了出去 还贴心地把门给我们戴上了 燕身皱着没看我 屈指敲了敲桌 下来 我不 你别逼我打女人 那你打吧 把全世界最爱你的宝贝打死吧 没想到我油盐不尽 他直接把我提了下来 就很气 他拍拍衣服 又恢复了那副禁欲的样子 只是红红的耳尖 泄露了他纯情的内心 你要怎样才肯走 我一听就不乐意了 仰入虎口了 还能跑得掉 我立马别嘴 眼泪瞬间掉下来 声音颤抖 你要赶我走 燕身嘴角抽了抽 接着狠狠地闭上了眼睛 像是前面有什么脏东西 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我泪眼婆娑 惊咬红唇 我不听 我不听 见火候差不多了 我见好就收 眼泪瞬间收了回去 把燕身看得大大的蓝眼睛里 满是迷惑 要我走也行 我有三个要求 你说 第一 我还要住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 你不许躲着我 要陪我吃饭 燕身额角青筋直跳 但还是咬着牙答应了 第二 你出差也要带着我 我看到他往抽屉里摸武器了 吓得我立马拉住他的手 冷静 冲动是魔鬼 你这样 我告诉我姐了呀 他果然停了下来 眼里满是隐忍 第三 你要加上我的飞信 我找你不许不回 我没有飞信 我帮你下载 你不要得寸进尺 最后 我成功成为了燕身飞信里的第一个好友 我高兴地亲了他一口 如愿看到他 不可思议的表情 和瞬间涨红的脸 顾苏 拜拜 我拾去地把腿就跑 嘿嘿 来日方长吗 燕身已经把手机还给我了 好几天没看飞信 居然有九九家的消息 置顶顾离 我跟爷爷和哥哥们 说你去旅游了 早点回来 我连忙回复 知道了 爱你哦 顾离 话说你真的喜欢燕身 他可不是什么好人 我抿了抿唇 小说里燕身 虽然是黑帮头子 但没伤害过普通人 甚至还暗中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专门帮助那些贫困得 供不起小孩上学的家庭 他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 过着吃不饱穿 不暖的生活 甚至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却拿不出学费 小小的他跟着妈妈 一天打好几份工 四处奔波 终于凑够学费了 他妈妈却劳累过度 加上患癌 很快去世 后来几经波折 被他生父找到 他一路变强 坐上了现在的位置 原文描写很简单 但他承载的痛苦和挣扎 远远不止这些 没有之一 也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我狂喷这本小说 阴差阳错穿了进来 我知道跟着女主就能看到他 所以我是故意被他绑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点都不怕他 反而很心疼他 可能因为我是上帝视角吧 只是一个读者的自我感动罢了 即使是这样 我也希望他能有个美满的结局 回过神 我回复顾离 姐姐 我真的喜欢他 顾离 行 我支持你 总之我会保护好你 我心里躺过一股暖流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顾离 他真的给足了身边人安全感 之前对他好更多是因为害怕凄惨的原剧情 但现在却是真心实意 把他当姐姐看待 只不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顾大也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 顾大 听黎黎说 你跑去外面野了 顾大 什么时候回来 诚心让爷爷担心是不是 顾大 不会是觉得 我们针对你你才走的吧 顾大 我们以前是态度不好 以后不会了 你可千万不要离家出走啊 稀奇了 之前处处看我不顺眼的顾大 居然给我发了好几条消息 其他几个兄弟 和跟着顾离一起认识的朋友 都有给我发消息 但我懒得回了 干脆直接拍了张美照 发朋友圈 佩文 最近在追男人 成了请你们喝喜酒哦 杀心一下 瞬间好多个赞和评论 听取恭喜声一片 刚想回复 突然间看见燕身给我点了个赞 我瞪大了眼 点进去 发现赞又消失了 好你个傲娇燕身 表面上不在意我 现在还不是眼巴巴的盯着我的朋友圈 我捧着手机 笑得合不拢嘴 给燕身发了个 他回得很快 手滑 我 我不信 你绝对暗恋我 他 信不信有你 还有 你该去看看脑子 我笑倒在床上 逗燕身真的太好玩了 很快到了晚饭时间 我在餐桌上 期待地等燕身下来吃饭 这些天 我已经跟城堡里的每一个人都混熟了 厨师长笑咪咪的在我耳边轻声说 顾小姐 我们看好你哦 我一回头 站在后面的女仆小姐姐都神秘兮兮地笑着 还给我比了个加油的手势 我郑重地点点头 这波壁拿下 菜都上齐了 燕身还没下来 我直接费信给他发了个死亡微笑 我要让他明白 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两分钟之后 他果然慢吞吞地下楼了 对上我谴责的视线 他不自然地轻咳一声 在大家言语的笑容下 我面不改色地给他加了一只虾 他愣了一下 随即偏过头 你全抵唇 我不爱吃 怎么可能呢 厨师都是按照他的口味来做的 所以他肯定是嫌弃 我不免有些失落 管家突然上前在我耳边低语 少爷很爱吃虾 但是他不会抱 原来是这样 失落一扫而空 我忍不住嘴角上扬 燕身皱着眉看着我和管家 没有开口 表情冷冰冰的 管家立马恢复了 那复工静有理的样子 但笑不语 别看燕身对谁都一副冷冰冰的脸 但是他对管家很好 管家从小看他长大 早就是他的亲人了 看着燕身面不改色的喝水 我干脆实话实说 管家说你不会包虾 嗨嗨 他突然呛到了 不可置信地看向管家 管家直接别过头 不知道是不好意思 还是因为呛到的缘故 他现在满脸通红 看上去太好欺负了 没关系 我帮你包 说着我就笑眯眯地拿了个空碗 开始包虾 动作十分利落 他眼神飘忽 像是不敢看我 不必了 我吃好了 顾小姐慢吃 说完他起身准备走 我动作不停 眼睛都没抬 一张口就是茶里茶气 你忘记我们的约定了吗 那我可就不走了哟 于是 在大家吃瓜的眼神下 他又面不改色地坐了下来 我把满满一碗包好的虾地给他 声音甜腻腻的 这是我对你满满的爱哦 必须吃完知道吗 他盯着那碗虾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过他到底 还是拿起筷子开始吃 动作该死的优雅迷人 吃了一只之后 他忽然抬头看向我 眼里似有汪洋大海 干净又纯彻 正当我不明所以的时候 他忽然对我笑了一下 惊声说了声 谢谢 笑容很浅 但足以令我沉醉 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脸 眼里只有他 不知道是谁咳了一声 我才回过神 看到周围人 野鱼的眼神 我立马低下头扒饭 总之这顿饭吃得我心神不宁 我斗胆菜燕身也是 嘿嘿 入夜 一想到燕身对我笑 我就忍不住在床上打滚 根本睡不着 阳台有架鞦韆 我打算坐在上面吹吹风 看看月亮 巧的是 一出阳台 就看见隔壁的燕身 他穿着真丝睡袍 手里拿着一杯红酒 半干的头发 随意地散在额前 在夜色的笼罩下 他的身影显得修长而寂寥 强大又落寞 然而下一秒 这份让人感伤的意境 就被打碎了 他也看到了我 视线在我脸上 停留了两秒后开始往下 落到某处的时候 他顿了一瞬 然后不自然地别开眼 还喝了口酒 我低头往下看 妈的 这睡衣领口有点大 哈哈 这天有点冷啊 我进去穿件衣服 我尴尬地笑了两声 立马落荒而逃 余光里看到他嘴角上扬 磅佛心情很好的样子 捂住发烫的脸 忍不住轻声骂了一句 坏男人 不行 我得找回场子 我搭了件衣服后 镇定自若地走出去 露出端庄得体的微笑 艳深看向我 眼里满是细血 顾小姐这么晚了还不睡 我保持微笑 你又不和我睡 你管我几点睡 他瞪大了眼睛 脸色迅速涨红 几乎是落荒而逃 丢下了一句 我先睡了 你自便 他仓皇而逃的背影 像极了被灯徒子调戏的 纯情少女 乐死我了 没想到对外沙发果断的大佬 私下里这么纯情 我更爱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房门就被敲响了 我揉着朦胧的睡眼打开门 瞬间被吓得清醒了 门外赫然站着顾离和顾大 我带若木鸡 姐姐 你们怎么来了 顾离揉了揉眉心 无奈地瞥了眼旁边一脸怒火的顾大 大哥说不放心你 非要让我带他过来 顾大立马接话 顾苏 你被绑架 怎么不跟我们说 我去找他去 说完他就气冲冲地想去找燕身麻烦 我立马捂住他的嘴 你可别添乱了 不然待会燕身得欢天喜地地送我出门 估计等我走后 还得放两个礼泡庆祝呢 我哭丧着脸看向顾离 姐姐 你没告诉他吗 他耸了耸肩 一脸生无可恋 我说了 他不信 我叹了口气 只能先把他们都带到我的房间里 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顾大脸色铁青 一脸不可置信 他绑你你还喜欢他 你是不是斯德哥尔摩晚期啊 我伸出石指摇了摇 你错了 我是喜欢他才让他绑的 结果他更生气了 脸上的表情转换得十分丰富 我跟顾大其实没什么交集 之前也都是争相对 不知道他闹什么脾气 顾离脸上淡淡的 但开口就扔下一个惊雷 我跟艳深说了 我们在这住几天 顺便帮你参谋一下 啊 我和顾大一起跳了起来 我是怕他们耽误我追艳深 顾大是怕艳深把我拐走 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我和顾大同时开口 不行 顾离表情就没变过 他摆了摆手 就这么定了 说完他就慢悠悠地出门了 留下我和顾大面面相去 这俩电灯泡留下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我苦着脸给艳深发了条非信 你家是酒店吗 随便放别人进来 那边回得很快 字里行间还带着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 哦 本来不同意的 但是你姐说来教训你 你哥说来把你带走 我就立马同意了 甚至想放两个礼泡加到欢迎 你懂我的心情吧 可恶 他果然巴不得我走 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事吧 以后让他狠狠地追起火葬场 现在的气氛很微妙 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餐桌上 顾礼表情淡定 顾大面色不善地盯着艳深 艳深视若无睹 依旧慢条思理地用餐 难道只有我尴尬地想死吗 他们俩在这 我还怎么肆无忌惮地对艳深讲婚话 脑子里想着 怎么甩掉这俩脱油瓶 一抬头却撞到了艳深深邃如海的眼里 他挑衅地看着我 唇角微钩 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得意 得意什么 我迟早把你狠狠办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看懂了我的心理活动 只见他眉头一挑 直接站起身 我吃饱了 你们慢用 他停顿了一下 将视线转移到顾黎身上 嘴角的笑意放大 一张霍国殃民的脸更加撩人 对了 顾黎小姐能麻烦来一趟我的办公室吗 顾黎懒散地点点头 随后起身 他走之前还按住了我的肩膀 俯身说 你刚刚看他的眼神 像是要把他吃了 我脸色瞬间涨红 结结巴巴道 咦 你胡说八道 其实心里想的是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他笑了笑 敲了一下我的头 就跟着燕身上楼了 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 我有些出神 燕身身世地请他上楼 脸上一直带着从容的笑容 一双蓝宝石般的眼睛 看着他的时候 熠熠生辉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燕身呢 面对我的时候 他避之不及 要么就是戏血 要么就是面无表情 或许 这就是喜欢和不喜欢的区别吧 顾黎看到我有些低落的表情 他小心翼翼地问 你怎么了 我面无表情 哦 看见你这个脱油瓶不开心呗 说完我转身就走 他在后面边追我边炸毛 像个被点燃的汽油桶 顾苏 我可是关心你 哎 你有没有心啊 亏我还担心你的安全 你就这么对我 受不了他的巴巴 我干脆把耳朵堵住 然后 又把他气了个好歹 我终于明白了 顾黎不是脑残的霸道总裁 他是一点就炸 不大聪明的煤气罐 不知道他俩说了什么 我趴在门口听 硬是一个字都没听到 都怪这门隔音太好 猛然间 门突然打开了 我来不及后退 一个跟腔往里倒 顾黎眼急手快扶住了我 不然我得摔个狗吃屎 他无语地看着我 你干嘛呢 我眨巴眨巴眼睛 想你了 过来看看你 顾黎 我可怜巴巴地看向燕身 却看到他满眼的笑意 哎 跟顾黎说话 就这么开心吗 可惜顾黎不喜欢他 哦 他也不喜欢我 那没事了 呗 走出办公室后 我拉着顾黎 去看我种的香菜 他们每天有人精心照顾 绿油油的 长势喜人 我先保释地说 要给顾黎亲手 做一顿香菜火锅 小说里 顾黎特别喜欢吃香菜 尤其喜欢拿香菜下火锅 巧的是 我也爱吃 顾黎满脸笑意 褪去了平时的散漫和清冷 一双眼睛灿若星辰 美得让人一步开眼 他摸了摸我的头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吃香菜 糟了 这下怎么圆 我绞尽脑汁 想了句彩虹屁 咦 美女不是都爱吃香菜吗 姐姐你这么漂亮 肯定也喜欢吧 我眨了眨无辜的眼睛 牵着顾黎的手晃来晃去 茶香四溢 顾黎没再追问 宠溺地看着我 笑得更开心了 好像 他很吃绿茶这一套 我挽着顾黎的手 在艳深的庄园里闲逛 看到了一片巨大的花园 里面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 蝴蝶翩翩飞舞 像极了爱丽丝梦里的仙境 我摘下一朵红玫瑰 像偶像巨男主角一样 叼在嘴里 对着顾黎伸出了手 美女 我有没有荣幸 和你约个会啊 顾黎好笑地看着我表演 什么也没说 慢慢把手搭进我手里 我装作受宠若惊的样子 天呐 我今天不洗手了 顾黎成功被我逗笑 拿过我手里的玫瑰 轻轻拍了拍我的头 你一天天的 怎么这么不正经呢 你就这样追艳参呐 他不得直接给你吓跑 我没好意思说 我对艳参比这变态多了 说到艳参 我挣了正神色 姐姐 你今天和艳参聊了什么呀 顾黎怂怂间 就达成了一项合作 你想听吗 我立马摇摇头 他们动辄几百亿的大单子 我怎么敢听 知道的越多越危险 顾黎饱含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意味不明地说 我以为你想知道呢 可惜了 比起商业合作 我更关心他和男主的进度 对了姐姐 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他被我问得猝不及防 愣了一下 迟疑地开口 应该 有吧 我看着顾黎微红的脸 有些恍惚 一切还是按照原有的踪迹发生 那艳参呢 是不是不管我怎么做 都无法改变他 孤独终老的结局 顾黎晃了晃我 笑着开口 发什么呆呢 我正正地看着顾黎的笑容 下定了决心 既然我能让顾黎 成为我的好姐妹 就能让艳参成为我的好老公 瞬间燃起了熊熊斗志 没有我顾苏攻略不了的人 顾黎看着我的表情变化 有些迟疑地说 你最近是不是火力少年王看多了 我摘了一大捧玫瑰花 和顾黎回到了城堡 结果一进门 就看到了大胖小兽 我有些惊喜 好久没看到你们了 他们也笑得十分热情 但看见我手里的花之后 瞬间噤声 大胖脸色煞白地开口 顾小姐 这是后花圆摘的吗 看着他俩清白交加的脸 我猛逼地点点头 结果他俩的身影摇摇欲坠 我和顾黎对视了一眼 搞不清眼前的状况 管家过来了 看见我手里的花脸色变了一瞬 他把我拉到旁边 俯身在我耳边说了句话 这花是纪念少爷的王母的 少爷从不让人碰 我瞬间晴天霹雳 燕身唯一的执念 就是他的妈妈 我犯大忌了 燕身肯定恨死我了 更不会和我在一起了 欲哭无泪 但做错事还是得道歉 顾黎走过来 问我怎么回事 告诉了他前因后果 他叹了口气 拍拍我的肩膀 你先去道歉吧 实在不行 姐姐就陪他一个花园 我好感动 想去某户上炫耀一下 有个强大的姐姐 是中什么体验 我强装镇定地走上楼 看到大胖小兽和管家 都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更想哭了 我敲响了燕身办公室的门 做好了被他骂死的准备 请进 他的声音和平常没什么不同 我慢吞吞地低着头挪进去 不知道如何开口 顾小姐有什么事吗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心里忐忑不安 但我不敢抬头 深呼吸 我干脆一鼓作气 燕身对不起 我不知道后花园不能进去 我还采了一大捧花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恨死我了 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你打我骂我要我赔钱都行 燕身迟迟没有说话 办公室静得真落得可闻 这每一分每一秒 对我来说都是凌迟 终于 燕身开口了 花泥 我颤颤巍巍地从背后拿出了那捧花 不敢看它 送给谁的 你 他突然轻笑了一声 我抬起头 猝不及防 撞进了一片汪洋 我别过头 声音细弱闻吟 咦 你不怪我 你都说是送给我的了 我还怎么怪你 我不可置信地和他对视 心中似有烟花炸开 他勾起薄唇 精致地眉眼舒展开来 况且你是顾黎的妹妹 我和她有合作 总得大度一点 我垂下了眼 原来是因为顾黎呀 失落的感觉 铺天盖地向我袭赖 一瞬间从天堂掉了下来 谢谢你 总之 这次是我不对 你可以向我提一个要求 他定定地看着我 眼里似有流光暗涌 什么要求都可以 只要是我给得起的 而且 不能犯法 他忽然间笑出了声 我怀疑我生成了错觉 不然卫神魔 从他眼里看到了柔情 那就先欠着吧 等我想到了 再向你提 走出办公室后 我在楼梯口 看见了挤在一起 八卦的大胖小兽和管家 看到我出来后 他们差点一个没站稳摔下去 三个人对我尴尬地笑笑 下楼后 平常跟我熟悉的女仆 都挤过来问我情况 眼里全是吃瓜的激动 好家伙 是不是缺点瓜子啊 想到刚刚那一幕 我的心里其实有些雀跃 这样一来 我就有正大光明 和他联系的理由了 这次乌龙过后 我总觉得 和艳深的关系亲近了一些 之前他都躲着我 我一天也见不了他几面 但现在 我经常在城堡的各处看到他 他甚至还会面带笑容 跟我打招呼 但是 这是有顾黎在场的情况 他看向顾黎的时候 总是带着笑意 并且十分绅士 小说里 他对待顾黎也是这样 温柔又体贴 就像对待一岁的珍宝 这不得不让我怀疑他 接近我是因为顾黎 面对我一个人时 他总是露出戏谑的眼神 恶趣味十足 丝毫看不见 当初被我调戏时窘迫的样子 甚至能反调戏我几句 成功把我噎住 比如 我 被子太轻 压不住想你的心 他 是吗 那晚上多盖几床 然后晚上 他就送来了三床家后的被子 我 姐跟你掏心窝子 你跟姐藏心眼子 他 说笑了 你还有心眼子 好气 为什么他学得这么快 顾黎现在还在因为 我的发疯文学而发疯 最后他实在受不了 我这个见色忘有的样子 就先自己离开了 他走的时候 艳深的表情还很遗憾 因为他没把我也带走 上车之前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眼里的情绪很复杂 我看不懂 早点回来 妹 妹 我正了一瞬 他居然叫我妹妹 顾黎不自然地别过头 直接上车扬长而去 我一回头 就撞上了艳深的视线 他保唇抿成一条锐利的直线 看着气压很低 我小心翼翼地开口 谁惹你生气了 他一言不发 转身离开 我看向顾黎 他耸了耸肩 表示不知道艳深抽什么风 晚上 我照例到阳台吹风 果不其然 又看见了艳深 他今天像是情绪不佳 一个人喝着酒 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我 我抿了抿唇 试探着问 艳深 你觉得我姐怎么样 他突然看向我 眼神凌厉 嘴角紧绷 我有些不知所措 难道戳到他伤心处了 月光落在他的侧脸上 眼睛被碎发遮挡着 看不清情绪 他喝了口酒 若无其事地转过去 看着远处翻涌的海浪 不知道在想什么 顾黎小姐 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 我很欣赏她 我没有说话 因为确实如此 每一个和顾黎接触的人 都会被她的强大折服 看书的时候 只觉得过于马力苏 但是了解顾黎之后 才真正意识到 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顾黎是天才 但是也是一个凡人 她从小没有得到任何关心和爱 所以她不会表达爱 但是 她会毫无保留地帮助身边 每一个对她好的人 要演到让人忽视她所受过的苦难 这样的人 怎么会让人不喜欢呢 艳深突然看向我 但我第一次生成了放弃她的念头 或许对艳深来说 如果不是顾黎的话 那她甘愿孤独一生吧 我扯了一个难看的笑 艳深 晚安 顾黎准备离开了 我也打算和她一起走 城堡里的人都很舍不得我们 尤其是管家和大胖小兽 他们一个劲地让我留下来 说什么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我笑着摇摇头 怎么 你们还没被我祸祸够啊 要不然我跟艳深求一下情 把你们调到我身边 她俩想起了之前被我支配的恐惧 立马离我三米远 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我洋装失望 好吧 那我只能去看看白虎了 我又来到了地下室 白虎看了我一眼就别过头 鼻子里喷了一股气 显然还是在记仇我当初抛下她 去找艳深的事 我笑咪咪地走上前 熟练地顺她的毛 没过多久她就舒服地呼噜直想 别生气了 以后有机会 我会来看你的哦 她好像意识到 我要离开 爪子扒着我开始嬰嬰嬰 我也不想走啊 但是你的主人不喜欢我啊 跟白虎道完别后 一出地下室 就碰到了艳深 我第一次看到她这么阴沉的脸 你要离开 我装作随意的样子 笑嘻嘻地开口 怎么 没被我调戏够啊 之前不是巴不得我走吗 这下 你得高兴地放两个礼泡吧 她不但没有开心起来 反而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冷 眼里夹杂着愤怒 还有一丝委屈 随便你 她冷冰冰地扔下这句话 就转身离开 看着她的背影 我心里酸涩难耐 眼泪瞬间流下 一点都不争气 明明是我一个人唱读角戏 现在我要走了 为什么她表现得那么生气 也许是因为 顾黎也要走吧 心疼得难以自艺 真没出息 晚上在这个城堡里 吃了最后的送别饭 顾黎举起酒杯 浅浅地笑着开口 感谢燕先生这么多天的款待 燕身也朝着她的方向 举起酒杯 又恢复成了那个温柔的身世 我的荣幸 我低着头扒饭 化悲痛为食欲 看到我饿死鬼投胎的样 顾黎脸上的笑容声 成了一丝裂痕 苏苏 还不谢谢燕先生 你都麻烦人家这么多天了 我无所谓地呕了一声 拿起厨师长给我准备的望仔 那我就以奶带酒 干了这杯 然后我就仰头蹲蹲蹲 顾黎干脆头转向一边 装作不认识我 余光里好像看到了 燕身嘴角勾了一瞬 下一秒 又恢复成面无表情的样子 真没礼貌 光敬故离 我就不配了呗 气得我又干了两碗米饭 第二天就要走了 干脆跟厨师长要了一瓶酒 在房间一个人买醉 因为最后一碗 我很有可能会触景伤情 导致失眠 我关了阳台门 一个人在房间喝酒 越喝越委屈 越喝越上头 酒壮耸人胆 我提着酒瓶 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去敲门 敲了两分钟 燕身穿着浴袍打开了门 我抬眼看去 看不清她的脸 只觉得她整个人在晃动 隐隐绰绰 恍惚间 冰冷的液体滴在我滚烫的脸上 让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下意识地寻找热源 直接扑到了燕身怀里 她的胸膛宽厚而温暖 黑夜里 她的呼吸粗重 胸腔剧烈起伏 冰冷的液体还在往下滴 不断没入我的脖梗 我冷得颤抖 抬眼一看 原来燕身的头发没吹干 我笑了笑 燕身 你怎么不吹头发啊 她没有跟我这个醉鬼说话 我隐隐约约看到她一直盯着我 嘴角紧敏 喝醉的人情绪起伏 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她没有说话 就是讨厌我 委屈瞬间铺天盖地地涌上心头 我一开口就染上了哭腔 燕身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是为你而来的 你知不知道 我不想让你不开心 不想让你这么孤独 我说的话断断续续 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只是感觉燕身把我按在了怀里 我难受地挣扎 她却把我抱得更紧 她低雅的声音传来 带着一丝蛊惑的意味 别动 果然 听到她的声音 我就不再挣扎了 把耳朵贴在她胸腔处 却听到了如雷的鼓声 震耳欲聋 我皱起眉头抱怨 哪里来的鼓声呀 她没有说话 只是鼓声敲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响 在温暖的怀里 我的困意袭来 眼皮越来越沉重 燕身 我会陪着你的 意识的最后一秒 我好像听到了一声 不真切的抱怨 小骗子 声音低沉 带着一丝不意 察觉的温柔 第二天醒来 我头疼欲裂 记忆里闪过一些片段 我跑到燕身房间里 去骚扰她 然后醉倒过去了 醒来发现 回到了自己房间 好丢人啊 一想到昨天晚上 我的脸就止不住地发烫 我捏手捏脚地走出房间 却跟同时开门的燕身 撞了个正着 我们对视着 相顾无言 她好整以侠地 靠在门边 嘴角微微勾起 像是等着我的解释 我挠了挠后脑勺 善笑着开口 那个 昨晚喝多了 实在抱歉啊 燕身挑了挑眉 眼里多了一丝笑意 我知道了 我以为她又要生气 阴沉个脸 没想到她这次 居然轻轻接过 大发慈悲地放过我了 我有些诧异 但是顾李已经在催我了 只能先告辞离开 燕身叫住了我 顾苏 你还记得你 欠我一个要求吧 我猛逼地点了点头 回去之后 要每天给我发飞信 并且第一时间回我消息 我眨了眨眼 这不是之前 我跟她提的要求吗 但是我有些高兴 这样我就可以 正大光明地联系燕身 死死压住嘴角的笑意 我矜持地点了点头 转身欢快地跑下楼 回家的路上 我的嘴角一直上扬 顾李看了我好几眼 笑骂了一句 没出息 切 你谈恋爱的时候 更没出息 小说里 男女主坦白心意后 各种高调秀恩爱 为朋友吃狗粮 连我作为一个读者 都觉得很牙酸 回家后 我明显感觉 顾家人对我都更热情了一点 尤其是五个兄弟 之前天天挑拨 我和顾李的关系 恨不得我离开顾家 但是现在 他们都别别扭扭地欢迎我 像认识到错误的熊孩子一样 他们知道 我回来 还给我买了很多 礼物堆在房间里 我诧异地看向顾李 他无奈地说 顾家人是以为 我过于伤心 离家出走 我挺佩服他们的脑洞 不过说实话 这样也不赖 起码我在这个世界的归属感 更强了一点 回家之后 我天天跟艳深发早安晚安 依旧天天上网 找各种段子 跟他犯贱 长大后 相愁是一个屏幕 我在外头 老公在里头 手撑墙靠近 早上好我的男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油漆未干 匆匆离场 哥会跑掉 但姐不会跑掉 我很内向 看见帅哥不敢亲 你想亲谁 你想都别想 我每次给他发消息 他几乎都会秒回 除了开会的时候 我问他 为什么会秒回啊 他说 飞行里只有我一个人 铃声一响 就知道是我 我捂着脸在床上打滚 这个男妖精 就是在吊我 顾离突然敲门进来 我吓了一跳 然后滚下了床 一睁眼 就看到了顾离完美无缺的脸上 写满了一言难尽 小说里 顾离总是清冷的表情 没想到 我能让她的表情 变得这么生动 嘿嘿 这也是我顾苏的本事 顾离坐在椅子上 散漫地把玩着我的魔方 徐徐开口 今天要跟燕身谈合作的事 你要不要去 我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 矜持地微笑 啊 会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去不去 去 和顾离来到了一个豪华的私人会所 一走进包厢 就看到了燕身交叠的双腿 和标志性的手杖 缓缓往上看 直接对上了燕身似笑非笑的眼神 灯光昏暗 硬得她的双眸蓝得幽深 我的心狠狠一颤 这些天压抑的思念开始不断叫嚣 眼眶突然有些热 这里面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 他们戏谑地看着我和燕身 露出八卦的神情 顾离把我护在身后 警告地看着这些人 他们果然不敢造次了 他低声跟我说 给你开了个包厢 等合作谈好了就去找你 我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燕身 发现他的视线也落在我身上 跟着服务生往包厢走 结果发现他突然停了下来 不好的预感袭来 下一秒我就被人捂住口鼻 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我被绑在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小说里被绑的是顾离的朋友 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我 绑我的是之前挑衅顾离 被反杀的黑帮 他们潜伏在各处 只要顾离一来就会对他开枪 顾离送我的手表还在 说明他可以定位到我的位置 我其实不太担心 因为顾离的强大 给了我无尽的底气 等了一会 顾离果然来了 还有 燕身 两拨人开始杀起来 顾离不知道什么时候 闪现到了我这 他边给我解绑 边压低声音说 不要出声 跟我走 我跟着他走 好多子弹往我们这边飞 但是每次都被顾离快速避过 我的心被周围震耳欲聋的枪声 刺激的砰砰跳 生怕子弹打到我身上 突然 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小心 我转过头 看到旁边的草丛里 冒出了一把枪 正对着顾离的方向 眼看着他扣动扳机 煞奈间 大脑一片空白 我想也没想 就冲上去挡住了顾离 一声枪响过后 我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在慢速播放 天上的飞鸟 红着眼睛抱我的顾离 还有远处朝我跑过来的燕身 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只能感觉到 身体里有一股暖流缓缓流出 我的生命在不断流逝 视线变得逐渐模糊 我强撑着伸出手 想去摸一摸燕身的脸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 浑身颤抖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慌张 指尖触到了湿润的液体 他哭了 我很想笑 但浑身都在痛 实在笑不出来 用尽最后的力气 说出几个字 你们 别哭 闭上眼的那一刻 眼泪滑落 其实我能认识他们 就已经很幸运了 希望顾离和燕身 也能各自幸福 我终究还是没有改变燕身的结局 好遗憾 再次醒来 我回到了现实世界 我恍惚了很久 要不是他们如此真实 我真的要以为 这是一场梦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网站 想问问作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一打开 就弹出了作者的好几条私信 我的书要被你弄东了 呜呜 眼神和顾离都疯了 早知道就不该让你进去了 现在那个世界一团乱 再放任下去 肯定得毁灭 求求你再穿一趟吧亲 放在键盘上的手 止不住地颤抖 我强忍着想落泪的冲动 问作者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很快回复 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我 我中枪之后变成了植物人 医生说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 眼神和顾离 疯狂地报复 那个黑帮 为我报仇 他们整天守在我身边 导致他们原本的剧情进度 滞留不前 只有我醒了 才能让这个世界 再次正常运转 作者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求我回去那个世界 我问他 还能再回来吗 他隔了一会才试探着回我 按照这种情况 你应该回不来了吧 但是那个世界 你会很幸福的 现在你才是真正的团宠 他生怕我不去 一直给我灌迷魂汤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怎么会不愿意呢 我本来就是孤儿 无牵无挂 而那边 有我最重要的两个人 我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医院的天花板 我又回来了 微微转头 看见燕身浮在床头睡着了 我艰难地伸手 想去摸摸他的脸 这些天很累吧 还没碰到 他瞬间睁开眼睛 曾经菜若宝石的眼睛 现在布满了红血丝 他正正地看着我 眼眶发红 满脸的不敢相信 他不敢说话 害怕这是他的一场梦 让人闻风丧胆的燕身 此刻脆弱的不成样子 庞佛一碰就会碎 我忍着泪 扯了一抹笑 燕身 辛苦了 他牵起我的手 落下颤抖的一吻 小骗子 你说过会一直陪我的 我眷恋地抚摸着他的脸 眼泪绝地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敢都敢不走 燕身 我爱你 他终于笑了 笑容纯粹 像个不安适适的少年 我也爱你 永远别想离开我 这孩子 怎么还有点病胶的属性呢 我醒了之后 病房每天都十分热闹 顾家五兄弟 非要抢着给我削苹果 尤其是顾大 眼尾还发红 我忍不住调侃他 有人还哭鼻子了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继续削苹果 第一次没有炸毛 真稀奇 顾黎来到我的病床前 中枪的那一刻 我第一次看他红了眼 要不怎么说 我是燕身和顾黎的白月光呢 他垂着眼低声抱怨 你傻不傻呀 这么危险的情况 还往上冲 我知道他口是心非 笑着拉住他的手 有嘴滑舌的开口 你可是我最爱的姐姐 我不救你就谁 他斜了我一眼 嘴角微微上扬 我才没有你这么傻的妹妹 说完他就转过身 像是不想搭理我的样子 我知道 他不想让我看到他流泪的样子 算了 就当不知道吧 大佬们都要面子 出院后 我就住进了燕身家 顾黎因为这事 冷落了我好久 顾黎也天天打电话泡轰我 但没办法 我缠燕身好久了 这男人每天都把我亲得七婚八素 然后抽身 美其名曰 我身体还没有痊愈 不能放纵 我早就看透了 燕身就是个吊西南绿茶 之前还老让我误会 他喜欢顾黎 就是想让我着急 我心底冷笑 奉劝各位男同胞 这样容易追七火葬场 差一点 燕身就真正意义上的 追七火葬场了 我回来之后 城堡里的人都很高兴 尤其是管家 简直老泪纵横 一个劲地说 老燕家要有后了 泽泽 看来燕身遇到我之前 就是个冰山木头 晚上 燕身居然还想跟我分房睡 他垂下眼瞼 一脸委屈的样子 万一你得到我之后 就跑了怎么办 结婚以后 我才能放心 你说这话之前 要不要看看你的样子啊 衬衫扣子解开了两颗 露出性感的喉结 和若隐若现的胸肌 金矿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 折射出深邃的眼眸中细碎的微光 让人忍不住沉溺 他早就摸清了我的喜好 每天变着法地勾引我 我才不听他冠冕堂皇的话 一把将他扑倒在床上 轻轻撕咬着他的嘴唇 我们唇齿交缠 空气一点点被抽离 他扣住我的腰 将我们分开一瞬 我们都清晰地 看见对方眼里的情欲 他声音低哑 带着浓浓的蛊惑意味 苏苏 结婚吗 他就像一个妖精 不断引诱我沉沦 而我心甘情愿地被他蛊惑 和他一起坠入罪人的汪洋 结 他将我反压在身下 危险地勾了勾嘴角 眼里的情欲浓地划不开 你跑不掉了 狂风暴雨般的稳落下 我们疯狂地 宣泄着彼此的思念和爱意 我改变了艳深的结局 他会和我幸福地携手走过百年 一起看花落花开 江河大海 完结洒花 谢谢你看完我的影片 我们下部史莱姆故事见